我是出席的賴政凱 現在巴黎賽事到了怎麼樣的階段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在剛剛有一個好消息 很多人都應該已經看到了 中華隊的羽球一哥 周天成 在下午3點40分左右 就在一兩個小時前 南丹16強賽事 對上的日本好手奈良鋼工大 周天成是21比12 21比16直落2 搶下了8強門票 那麼雖然23歲的奈良鋼工大 目前世界排名第5 其實他比周天成排名第12還要高 但是過去兩人的交手經驗 都是由周天成勝出的 雙方最後一次的對戰 最後是在5月的泰國公開賽 8強戰 當時周天成就是以直落2勝出 而且本次的巴黎奧運 再一次一路強勢領先 花了只有5 4分鐘時間 也就不到1小時就碾壓對手了 讓周天成第三度晉級奧運8強 大家持續的幫他加油 再來我們看到了這個讓大家心碎 羽求天后戴志穎 我真的以為他可以一路打上去 結果沒想到在昨天畫下來的句點 那麼過去有人就整理過了關於 羽求天后戴志穎講過的一些 明言經句 那我們就找了六碗 心靈雞湯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句我們來看到的是 結束了我夢想的舞台 怎麼撐到現在他自己也不知道 想到受傷那一天坐著輪椅去醫院 他是哭得稀哩花啦 好想原地放棄自己 不想飛到這裡就是巴黎 因為我知道這一趟不會有理想的成績 最終我沒有放棄 我盡了最大的努力 看著自己的傷勢 恢復的速度跟烏龜一樣慢 也沒有一天我敢休息的 我想當時如果我就這樣子放棄了 那我會比現在更難受 他這句話讓我想到的是 籃球支持人麥可卓頓曾經說過的一句話 他可以接受失敗但不能接受放棄 好第二句呢是 無法站在最高的頒獎台上 總有這麼的一點遺憾 但不完美總是存在著 才有動力去追求更好的結果 再看到第三碗 戰場上沒有永遠的贏家 只有不斷努力的人 第四句話是輸 也要讓對手贏得很辛苦 第五句 人生不可能沒有遺憾的 所以就努力的不要留下遺憾 最後一句在這邊 我會努力直到最後 因為我是戴志穎 我永不放棄 這六碗雞湯呢給你 如果你現在正在心情低落 工作不順的話 說不定看完戴志穎 你會有充滿動力了 再來我們來看看這個全紅禪 真的是世界矚目的焦點 中國大陸的17歲跳水小將全紅禪 在昨天31號跟他的搭檔 陳玉璽一起拿下了巴黎奧運 雙人跳水十公尺台的金牌 這個跳水過程我看了一下 我真的傻眼 要不是水花有兩坨的話 我還以為是一個人 因為是完全複製貼上的 雙人水花消失數 不過在三年前 東京奧運奪金之後的全紅禪 十四歲碰上了發育期 所以在身體跟心靈上面 開始出現了難以適應 他自己也說動作越來越沉重 沒有以前這麼的輕鬆了 當時的他才十四歲 就獲得全世界的關注 許多媒體以天才來稱呼他 全紅禪說有時候發現自己變重了 整個心情下午就非常不好 他會擔心他做不出他要的動作 會不會被罵 他現在的教練陳洛琳 也是十四歲就奧運拿下金牌 全紅禪從原先默默無聞 到成為奧運金牌 突然受到大量的世界各地的關注與讚美 心理的壓力也非常的大 可能內心會覺得自己無敵了 那也因為自己經歷過這些很多的彎路 所以他想幫全紅禪少走一些 全紅禪的水花消失術 全世界聞名 在巴黎奧會的場外 有外國人看到 遇上了全紅禪站在搭巴士 當時的全紅禪直接秀出金牌 還說了英文 完全不確場了 好嗎? 你這是一些 還好嗎? 今天你是巴黎奧運舞嗎? 喜歡甚麼? 一點點 一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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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多 真的是有點小臭屁喔 炫出他的金牌 還做出很多的鬼臉 網友說果然是小朋友 17歲的全紅柴 已經拿下本屆奧運 女子10米雙人跳台的冠軍 8月5號和6號 還會將出戰10米高台 跳水的個人賽 那另外一個焦點 就是他的拖鞋囉 當時他拿下了金牌之後呢 穿著一雙醜魚拖鞋亮相 成為了網路熱意焦點 他還介紹喔 怎麼穿是最舒服的 這個已經包香了 已經包香了 然後他這樣穿特別的粗 這樣穿一點點不粗 就有點脫出來再吃 他當時沒有穿的這個運動鞋 而是穿了一雙造型 相當吸睛的醜魚拖鞋 成為當天另類焦點 那許多網友認為 這也展現了全紅柴 天真活潑的一面 還反映他在緊張賽後的放鬆自在 也有人認為他把廣東的拖鞋文化 帶到了巴黎奧運了 好我們再來看到 巴黎奧運的游泳項目了 首個世界紀錄啊 在今天一號出爐了 中國大陸19歲的選手 飛魚攀展樂 在男子100公尺自由市決賽 以46秒40打破自己的紀錄 46秒80 世界紀錄摘下金牌 從銘槍出發之後呢 潘展樂是一路領先 央視轉播員全程以高然喊到 深思力竭之呼 潘展樂真的太牛了 還有什麼更牛的賽事呢 請繼續看我們的中天新聞 我是賴臺坦 錯比字 我會說給你聽 潘展樂加速 潘展樂保持住 最後25米的穿著 潘展樂的後塵 是全世界背後的 潘展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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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展樂即將獲勝率 潘展樂 46秒80秒 現在世界紀錄 潘展樂 潘展樂 展上了世界永盤之巔 潘展樂幫助中國游泳隊 拿到巴黎奧運會的 第一枚金牌 潘展樂太牛了 這中華射箭代表團 年紀最小的19歲小將 李采琪打頭陣 在今天下午出戰了 女子個人64強的淘汰賽 對決第三度後關奧運的 烏克蘭的31歲選手 馬欽柯 雖然一度連發三隻十分劍 但最終仍然是以 幾點4比6吞敗 這是我們說到的最新消息 不過講到奧運 英國的跳水王子戴利 在2024巴黎奧運 男子雙人的跳水項目當中 跟搭檔威廉斯 是一舉奪贏 一起來看看 Tom here and I just want to do the reveal of my sweater that I've been making while being here in Paris we got Paris 24 on the front with the French and the British flag and the bottom and then Daily on the back I'm gonna put it on and show you some of the details sort me out look at this so what we got here got a TD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對全家人生氣大不了 所以您可擺多堂 已決定